他們為什麼仇恨我們? 翁達瑞,美國大學教授, 所謂的外省第二代台灣移民中文委, 因為仇恨台灣這塊土地, 在加州暴力攻擊互不認識的旅美台橋。 這起事件勾起一個困擾我很久的問題, 他們為什麼仇恨我們? 在這篇貼文,我要試著回答這個問題。 在提出我的論述之前, 我先要定義三個名詞, 他們是誰? 就是跟著蔣介石逃難台灣的國民党徒 與他們的後代。 排除背景類似,但認同台灣者。 我們是誰? 就是早期閩月移民的子孫 或他們與原住民通婚的後代。 排除背景類似,但出賣台灣者。 仇恨是什麼? 從早期的武力鎮壓、制度性的歧視, 針對個人的暴力,到日常的口頭羞辱 都算。依據一般的人情毅力,對收容他們的土地與人民,難民都會心存感恩。 跟著蔣介石逃難台灣的這群人,不僅對這塊土地沒有心存感恩, 反而對這裡的住民充滿仇恨。 為什麼呢? 以下是我的分析。 戰敗逃難的屈辱, 二戰結束後, 短短三年間, 蔣介石失去大片江山, 被迫逃難台灣。 跟著蔣介石撤退台灣的國民黨徒, 由戰勝國的公民變成流亡他鄉的難民。 這群國民黨徒無法面對戰敗逃難的屈辱, 反而用兩個手段掩飾事實, 一方面, 他們醜化共產黨, 宣稱暴政必亡, 反共必勝, 用謊言麻醉自己。 另一方面, 他們靠武力與制度壓迫當地人, 製造虛假的外來者優越感。 靠著威權必因, 他們進入軍工交體系。 儘管不是生產, 他們仍有穩定收入。 他們的子女講一口標準國語, 衣著前進體面, 在學校享盡師長的寵愛。 相對的, 我們的父母多屬工農階級, 家裡看不到現金。 上學時, 我們依著蓝旅, 聽不懂老師的口音。 我們的成績不好, 被他們嘲笑, 甚至遭受師長的歧視。 在這個時空背景下, 他們產生了一股虛假的優越感。 因為有我們可以侵蚀, 他們忘記了戰敗逃難的屈辱。 虛假優越感的破滅, 他們的優越感來自制度的保護, 不是真正的優越。 隨著時空環境的改變, 制度的保護被打破, 虛假的優越感也隨之破滅。 時空環境改變之一, 就是台灣社會的快速工業化。 因為無法進入軍工交體系, 我們只好出外打工或創業。 因為就業機會增加, 打工的收入也提高了。 如果創業成功, 累積的財富更可觀。 只能領取固定薪水的他們, 開始對我們心生怨對。 時空環境改變之二, 就是台灣社會工業化後的都市化。 許多農地變建的, 讓原本窮困的我們成為田橋。 等著反攻大陸的他們沒在台灣置產。 隨著房價的飆高, 他們對我們多了一分嫉妒與怨恨。 時空環境改變之三, 就是台灣的民主化。 在票票等值的民主原則下, 他們的參政優勢不在。 總統民選之後四年, 我們就取得中央執政權。 幾年後, 我們也在國會也取得多數席次。 從未經過公平競爭的他們, 無法在民主選舉獲勝。 他們開始採取交土策略, 杯葛我們的執政。 公平的市場與選舉競爭, 戳破他們虛假的優越感。 少了制度的保護, 他們什麼都不是。 優越感破滅的他們, 開始仇視我們與台灣這塊土地。 優越感破滅的仇恨, 他們仇恨的第一個對象, 就是繼承蔣經國任期的李登輝。 在威權時期, 他們占據黨國高位, 把李登輝等人當成以台制台的工具, 只能扮演傀儡的角色。 未料李登輝是鬥爭高手, 把他們的精英一一扳倒, 從于國華、 李幻、 郝百村, 一直到赵少康。 李登輝也讓他們的萬年國會走入歷史, 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普選的國會議員。 對李登輝的仇恨是他們的共識。 等而下支者對李登輝泼墨水, 或在李登輝的追思會丟紅漆。 還要臉皮的則把國民黨的黑金 赖在李登輝身上, 儘管國民黨的黑金始於上海, 一直延續到當下的台中殺戮。 陳水扁是他們仇事的第二人。 在兩場重大的選舉, 陳水扁擊敗了他們的兩個精英, 赵少康與宋楚瑜。 被我們的三級貧戶擊敗, 他們懷有莫大的不甘。 陳水扁在任時, 他們什麼都要反。 陳水扁卸任後, 他們還把他打入黑牢。 蔡英文是他們仇恨的第三人。 在兩場總統大選, 蔡英文完勝他們的提名人, 朱立倫與韓國瑜。 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 也在國會取得多數。 蔡英文讓他們憎恨的, 還包括軍工交年金的改革, 黨產歸零, 轉型正義等。 蔡英文的改革再次暴露 他們魚肉鄉民的歷史事實。 蔡政府全面執政, 他們能做得不多。 除了在立院胡鬧, 他們謊稱蔡英文造假學位。 即便貴為台大校長的管中民, 也在臉書嘲笑蔡英文的 春聯提字與英文拼字。 甚至我也是他們仇恨的對象。 過去這陣子, 我橫掃他們的精英, 從馬英九, 赵少康, 羅志強, 徐巧新等。 我對他們的批判毫不留情, 伶牙利嘴, 冷嘲熱諷。 在他們的眼中, 我們是膽怯, 不善言辭的族群, 但我重擊他們的優劣感。 他們無法回擊我, 只能對我抹黑, 只稱我是網軍, 家教授, 集體賬號, 政治打手, 或共諜。 虛假的優劣感破滅後, 他們無法再轻視我們, 因為他們沒有比我們優秀。 於是他們轉而仇恨我們, 也仇恨台灣這塊土地。 尋找昔日敵人取暖, 在時空環境改變後, 他們的行為出現兩個巨大的變化, 為的是延續虛假的優越感。 第一, 他們找尽各種理由唱衰台灣, 雞蛋里挑骨頭。 明明是台灣的成就, 他們也可扭曲為台灣的落後。 第二, 他們誇大中國的崛起, 增加自己的血統自信。 在這麼做的同時, 他們忘了取暖的對象是昔日的敵人。 就以兩年多來的這場疫情為例, 對病毒的發源地, 他們視而不見, 沒有任何譴責。 在疫情爆發之初, 從口罩禁止外銷到讓小明回家, 他們處處為對岸說情, 擾亂我們的防疫。 在疫苗陸續上市後, 他們施壓政府進口對岸疫苗, 阻撓我們採購他國疫苗, 用的是違反科學證據的說辭。 當多數國家都決定與病毒共存時, 他們無視對岸清零政策對人權的侵犯, 反而對我們的共存政策百般挑剔。 即便對岸如他們說的那麼強大, 逃難台灣的他們沒有任何貢獻。 反之, 若台灣向他們講得那麼不堪, 他們才要負最大的責任, 因為他們在這裡實施近60年的威權統治。 矛盾的是, 他們嚮往對岸的強大, 卻不願意搬過去。 他們嫌惡台灣的落後, 卻繼續享受台灣的福利。 最令人無法接受的是, 對收容他們的土地與人民, 他們充滿仇恨。 即便移民美國, 還跨州對我們的鄉親暴力攻擊。 結論, 以上的分析指出他們為什麼仇恨我們。 我不是宗教家, 但知道心懷仇恨的人不會安寧。 既然仇恨的原因清楚, 他們就要想辦法放下。 該怎麼做呢? 以下是我的幾個建議。 一、承認在中國被人民唾棄, 戰敗逃難台灣的事實。 如果這是個屈辱, 直接面對, 不要迴避。 二、認清在台灣社會能夠勝出, 不是因為優秀, 而是得利於制度的保護。 三、 接受台灣社會的公平競爭。 不論商場或選戰, 無法賺到鈔票或贏得選票就是既不如人, 不能怨對贏家, 四、 若無法做到上面三點, 那台灣不是九流之地, 應該選擇離開, 徹底遺忘這塊土地與上面的人民。 其實我們的要求不多, 只要認同台灣這塊土地, 大家各自努力, 公平競爭, 不要仇恨任何族裔。